丰收节的由来和意义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于2018年设立 节日时间为每年秋分 秋分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 恰好是从立秋到双降这90天的一半 传统意义上 秋分既是秋收冬藏的终点 更是春耕夏种的起点 正如中国华北地区的一句农宴所言及的 白鹿枣 寒鹿池 秋分种卖正当时 因而国家将每年的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既是对传统24节气这种古人智慧结晶的致敬与传承 同时更加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知晓自然更替 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的生态发展观 中国农民丰收节不是一般的节日 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 享受丰收的节日 也是祈愿五股丰登 国泰民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